美食之旅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日美食之旅 倫敦埠 來到這個地方 是1080 Adelaide Street 在我背後的這間店鋪 叫做榮華飯店 早前在我個人的 Facebook Page裏面 一個群組 說得熱烘烘 怎麼少得不來朝聖 我們進去看看有甚麼食物 原來正門的入口是這裡 來到傳說中的倫敦市 榮華飯店 心情很緊張 剛才跟老闆聊過 因為老闆介紹了一些送菜給我們 所以現在很期待 聽老闆說 原來這間餐館是在2020年3月開張到現在 疫情期間 都相當困難 那我現在呢 就想跟大家說 我看到他們的牆上有張 字畫 可不可以叫字畫呢 寫著兩個字 叫做奮鬥 希望老闆 伙計 和一眾的市民們 一起奮鬥 餐館營業時間 是早上11點 到晚上9點 星期二休息 由於我們不知道吃甚麼好 所以就問了老闆 讓他介紹幾款小菜給我們 這個是其中一款 名字叫做乾鍋青筍炒臘肉 這個青筍 就是我們平時超級市場買到的 鍋具或是鍋具筍 很爽口 這個是油麥菜下面的部分 上高就是油麥菜 A菜 至於這個臘肉 就是本地生產 在溫哥華生產製造 亦都是它製造的過程 是相當之嚴格的 是有些standard 要達到政府要求的 除了有臘肉 鍋具筍之外 還有 辣椒 洋蔥 看上去都很有鑊氣 那我就每樣 夾一件你試試看 魔筍是爽脆 還有洋蔥 辣椒 都是爽口 至於臘肉 很特別 因為我會覺得 它跟我們傳統吃開的臘肉 是沒有那麼硬 另外 味道我會覺得 比較像我們吃的煙肉 它有一股 煙燻味 都覺得蠻特別 而且它不會像我們吃的蠟油 只有一個鹹字 味道很好 和很特色 這個菜 如果你是不能吃辣的話 我覺得也是OK 不要以為見到這麼多辣油 但是辣味不太重 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吃得辣的話 你就要吃辣椒 因為辣椒是辣到不得之了 還有 煙燻蠟油 剛才已經形容了味道 還有口感 這裏 頭頂這個位 因為它是皮 所以帶有一點點韌性 但是韌得來 不是咬不到的 我又覺得挺有趙頭 貴妃酒地雞 半隻份量 我們聞到淡淡的 貴妃滷水 味道 這個雞 好味道 白滷水 我相信 是不會霸道的味 你是吃到有味道 另外 雞肉是滑 而又實正 是走地雞 雞皮方面 我就覺得是順利了一點 它不是很爛 或是很霉 並不是 但是爽蛋 我就覺得 也有空間 可以做得好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我也覺得好吃 至於薑蓉 我也想說一說 它並不是薑蔥蓉 這個薑蓉 是很有質感的 因為我吃下去 會吃到有一點薑粒 相信都是師傅自己手 的 點心方面 它們全日供應 我們叫了蝦餃 但某些點心 可能是週末才有的 詳細情況 最好問回店員 或者試吃 蝦餃的尺寸 我覺得蠻好 它不是太大 都是正常的蝦餃 至於它的皮 我都覺得它 蠻OK的 它不是很透 但是我都覺得OK 因為看到隱藥裡面的蝦肉餡 繼續說蝦餃 看看這裡的餃皮 其實都是屬於 蠻通透的 味道方面 是好吃的 鹹淡是適中 至於它的蝦肉 亦是爽口彈牙 剛才我還沒說過尺寸 反而我覺得這個尺寸 應該是傳統的蝦餃尺寸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些飲食節目 說以往的蝦餃 應該是大小 應該是一口一粒 為止標準正常 還有裡面 剛才我們咬開 就有汁 也挺好吃的 這個 月色腸粉 一個極少數 在餐館喝茶見到的點心 上面就是炸了的乾蔥 一下是有三件 看上去的樣子都很漂亮 我相信裡面 都可以是一些紮肉感的餡 估計而已 至於點這個汁 鏡頭背後我試了 酸酸甜甜 我又吃了一點點 類似青檸 或者是柚子 又或者是金骨 之類的 即是反正一些 Citrus food 加到比較多些糖 所以是帶甜味 多於酸味 剛才我問了蝦頭 原來這個汁醬是魚露醋 那就是混了一些青檸汁 因為要和味道 我想要割開它 為了讓網友們看清楚裡面的餡料 我就把它割開了腸粉給大家看 這個是紮肉 把它切粒 還有一些木耳絲 那個腸粉是滑的 好吃 加上乾蔥炸香了 再加上剛才的魚露醋 很好吃 這個滾滾滾的菜式 叫做招牌榮華雞煲 我們剛才一坐下 就想叫這個菜 因為說明是招牌 市長跟我們分享了一個小小的故事 話說他們最初做這個菜式 是用走地雞 大家都知道 會比一般的雞 是比較小的 他就用來斬斜 半隻 然後就做這個雞煲 但是發覺有些顧客 他就不是十分滿意的做法 因為雞 他們認為是小的 還有大家看到 現在滾滾滾滾滾 就滾出來吃 就類似別人吃一些 邊爐菜 或者火鍋菜式 滾滾滾滾滾滾得久 可能會令到雞肉比較粗 所以顧客就有些意見 所以後來市長就轉了做 用雞腿肉來做 就可以解決了剛才的問題 令到顧客大部份就會喜歡 但是如果我們 喜歡吃走地雞的朋友 就未必會符合到我們的要求 所以其實長話短說 講那麼久 所以市長就說 當我們想叫這個雞煲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是這樣的 那麼我們自己決定 到底吃不吃 但是蝕頭都很好 他們都做了一個請我們吃 原因是味道是相當好的 所以他們讓我們試一試 另外老闆娘也給了一些 他們秘植的辣椒油放了少少 讓我們嘗嘗味道 果然是一個招牌雞煲 我覺得這個味道是好吃 但是我實在吃不到 是有什麼材料去裏面 我只是覺得它的味道是 剛才不是說 市長說加了一些辣椒油 它並不是太辣 我吃那個醬汁的時候 很香 但是它的辣味是慢慢滲出來 並不是一吃下去就覺得辣 另外老闆也跟我們分享 說它是真材實料的 那些醬汁全部都是說它自己去調製 並不是用一些化學成份的東西 今餐是吃了49.01元 這個是被現金糾折了之後的價錢 總結一下今天的用餐經驗 都是正面良好 食物質素也是很好 至於服務質素也是相當滿意 特別是老闆夫婦二人 他們是很nice 和很好談談 在他們身上 我們就知道了很多的資料 特別是某一個送菜的來源 為什麼他們會做這個送菜 和材料是哪裡來的 我們都知道了 今次來倫敦市給我的經驗 是出乎意料之外 想不到在這個浮仔裏面 其實都不是浮仔 它都屬於大浮 都可以吃到這麼出色的松菜 我都覺得是很開心的 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離開倫敦的話 即安省那個客 不妨來這裡私下 感受一下他們的食物質素 喜歡在多倫多意外 大浮也好 浮仔也好 食中餐的朋友 請你給我們一個like 又或者以後駕開車過來 又或者是特意來到倫敦 都可以來這個榮華飯店 試一下他們的出品 喜歡我們這條短片的 請你subscribe和share 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你 zwischen對披露 你對披露 你對披露 你給我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